大家好 欢迎收看河马金talk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毒鸡汤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 有些时候我们一生努力付出 但不一定会有好的结果 故事的女主角也叫松子 松子有个弟弟 还有一个患病在床的妹妹 可能是因为妹妹更需要照顾 从小父亲对松子就非常冷淡 父亲会给妹妹买礼物 而松子却什么都没有 为了讨父亲开心 松子会扮鬼脸都父亲笑 但是即便这样 在幼小的松子心里还是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都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 童年悲惨的记忆 使得松子特别需要爱 而这个行为也伴随了松子的一生 毕业后的松子在学校当了老师 有一次他的学生阿龙被发现偷了商店的钱 校长让松子去处理这件事 在询问遭到学生否认后 松子为了帮助学生 自己偷偷帮他还了钱 并且向商店老板人作说 钱是自己偷的 希望老板不要追究 事情传到了学校年纪主任的耳中 年纪主任拿这个事情做威胁 趁机占了松子的便宜 事情传到了校长的耳中 为了调查事情真相 松子说他是替学生顶罪的 并找到那个学生 但阿龙却说钱不是我偷的 松子老师叫我帮他顶罪 于是松子被学校开除了 之前松子和学校的男老师谈恋爱 并把恋爱的快乐分享给妹妹 但是父亲就对他发火了 你不觉得妹妹很可怜吗 松子生气了 他离家出走了 离开前打伤了妹妹 松子的第二段感情 适合一个不知名 号称太宰之转世的作家 整天无所事事 但是松子特别爱他 为了生活 松子向弟弟借钱 去做脱衣舞女郎 但是因为没有经验 没被录用 每天承受着作家的拳大脚踢 终于有一天 作家留下了一张纸条 然后握鬼自杀了 纸条上写着 生而为人 对不起 松子的第三段感情 是和作家的朋友 他做了作家朋友的情妇 为了给自己争取幸福 松子有一天 跟踪作家 来到家里敲门 看到了作家 那个黄脸的老婆 松子松了一口气 他觉得 凭借着自己的美貌 和无微不知的照顾 一定可以把作家抢到手 但是作家知道了这件事 向松子大发脾气 他说 和松子在一起 只是为了报复之前死去的作家 因为他太有才了 包括他的女人 我能占有 我会有一种征服感 说完 丢下一些钱 和松子分手了 松子不知道 自己哪里做错了 他每一份感情 都无微不至地投入 因为他渴望被爱 为了生计 松子去做了脱衣温女郎 通过自己的努力 和坚持 他终于成了头牌 但是 人的口味是会变的 由于后来的落寞 他被公司解雇了 松子回到家中 看到了父亲的遗像 在下面的盒子里 放着父亲生前的笔记本 自从松子离开以后 父亲的笔记里 每一页的最后一行 都会写同样一句话 没有松子的消息 松子哭了 妹妹听到动静冲了出来 一把抱住了 多年未见的姐姐 嘴里喊着 姐姐回来了 姐姐回来了 松子把妹妹推开 留下了一些钱 仓皇地离开了 26岁那年 松子认识了一个男孩 和男孩在一起做了生意 但是男孩 背着松子和年轻的女人偷情 被松子发现后 不知悔改 松子一怒之下 拿刀伤了他 怒气涌了上来 松子所幸杀了他 杀人后的松子准备自杀 但是他想起了 之前的那个作家 因为在松子心里 作家是真心爱他的 至少没有背叛他 他来到了 太宰之自杀的那条河 准备跳河自尽 但是水已经干了 这时旁边路过了一个理发师 松子和理发师去喝酒 知道松子没有去处 理发师收留了他 发生关系后 理发师向松子表白说 不管你有怎样的过去 我无论如何 都不会离开你 松子仿佛看到了幸福 开心地唱起了歌 直到有一天 松子被警察带进了监狱 在监狱里 松子非常努力 并很快学会了理发 他幻想着出狱后 能和理发师幸福的生活 八年后 松子出狱了 他来到理发店 发现理发师已经 结婚生子 松子只好离开 找了一家理发店上班 依次给客人理发 发现客人竟是 自己在监狱里的朋友小慧 之后的日子 他们经常一起 喝酒常态人生 小慧找了一个男朋友 并在男朋友的公司 做起了AV女佣 他立志一定要出人头地 不久小慧火了 而松子还是一个人 依次偶然的机会 松子遇到了之前 自己的学生阿龙 因为小时候 阿龙特别喜欢松子老师 所以那次偷钱 故意没有承认犯下了错误 阿龙很后悔 并且说 现在他依然爱着松子老师 然后松子开始了 自己第六段感情 阿龙是黑社会的小弟 一次偷了大哥的钱 被人追杀 躲在一个小宾馆 松子来找他 和他一起同归于尽 但是最后阿龙把安眠药 全部涂了出来 并打电话 给警察救了自己一命 阿龙意识到 他和松子在一起 并不能给他幸福 于是他决定要离开松子 但是监狱外 松子却在苦苦地 等待着阿龙 阿龙出狱的那一年 松子 40岁 外面大雪纷飞 松子捧着一束花 等来的却是阿龙 重重的一拳 这时的松子 精神世界彻底崩塌了 他每天不再出门 我在家里看电视 偶尔出去 公园的小河边喝酒 因为那条河 很像自己家乡的一条河 时间久了 松子变得很邋遢 身体发福了 精神也不太正常 一次看电视 松子喜欢上了一个男团 屋子里贴满了男团的海报 并且给男团写了厚厚的一封信 松子每天去看信箱 但是终究没能等到回席 一次松子去看病 遇到了之前的小慧 小慧给了松子一张名片 让他来自己的公司上班 重新做回理发室 松子在小河边把名片丢了 晚上他在家里 他想起了妹妹和家人 他拿起剪刀细心的给妹妹剪头发 他觉得自己现在并不是一无是处 于是他跑到小河边 找到了那张名片 此时的松子又回到了 当年那个积极乐观的小松 他和公园的小孩说 让他们早点回家 别在外面玩太久 结果被小孩用棒球棒打晕了 最后倒在了草地上 那一年松子53岁 对于这部电影 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观点 有人说松子的三观有问题 有人说世界对松子太不公平 松子运气太差 也有人说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松子 人生就是这样 快乐永远是短暂的 痛苦才是永恒的 你如果觉得生活容易 是因为有人为你承担了你的那份不义 我觉得松子是善良的 他一生渴望被爱 就像一个刚出生的宝宝 但是因为家庭的原因 并没有人去教他 怎样去爱别人 导致极段感情松子都是全身心的投入 但是却没有得到他想要的东西 在这里和马叔叔并不想多加评论 最后用影片开头的一句话作为结尾吧 梦想是自由的 但是实现梦想度过幸福的人少之有少 大部分人要么长许短谈 要么解救消愁 要么草草的了解了一生 最后愿每个人都能学会爱自己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观众可以去看看原片了 最后听说长得好看的人 都可以把马马点赞了呢 你也记得订阅哦 爱你 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